我们来看一下这套题 那这套题的话考察的是这个微程序控制器 它为什么应部线控制器 那我们从ABCD四个选项我们知道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增加了这个读取微指令的时间 那么ABCD这四个不一样的点在于什么 在于它们分微指令是从哪里读出来 它们这个地方存在着分歧 我们看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的指令是从组纯里面读出来的 对吧 而微指令又是实现我们一条指令的做了一件事情 那么不太可能你指令从组纯里面读出 那么微指令却要从俯纯里面读出 所以其实A选项是我们可以第一个排除的 那C选项指令寄存器 我们知道指令寄存器存放是什么呢 存放是当前正在执行的这一条指令 而不是微指令 所以C也可以排除 那比较有这个疑惑的应该是BD选项 那我们将组纯和控制存储器拿出来做个比较 那我们可以发现组纯放是什么呢 是程序以及数据 这边程序你也可以理解为指令 指令或者数据 那控制存储器存放的是什么呢 是微指令 它们的位置分别位于CPU的外部和内部 那么主存的话主要是有RAN构成 而控制存储器呢是有RAN 所以在这个掉电以后 就是我们关机之后 那么我们主存里面的东西呢会被清零 那么我们控制存储器里面的东西呢不变 那么我们控制存储器里面的这一个微指令 其实是在我们这个计算机出厂的时候就已经帮你烧制好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选择D选项 这道题讲解结束